我們今天要一整天的時間跟你們分享什麼是開放文化 然後也會知道我們今天基金會在做什麼 當然你們只要在這兩天的議程中你們可能可以知道 稍後你們可以去哪裡一起玩 然後這是我們開放文化基金會的那個網站 然後稍後我們我們整個活動的過程都有一個slide 然後如果你們有過程中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先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是等一下輸入74 就上Google搜尋slide.com 然後進去之後直接打7407449 之後就可以在上面問問題 然後也可以他好像是可以匿名的 所以就是我們有問題之後 會在所有的議程最後都會來一一的回答 好然後我們今天第一場的活動 就是邀請到我們開放文化基金會的執行委員長 希令然後跟我們分享他在這個開演世界的經驗 然後讓我們歡迎希令 好謝謝 好那時間有限好就是大家剛進來的朋友就可以先入座 那我是Sing In 那我今天的題目是什麼是開放文化 那我們這一軌是開源新手村 那其實就很想要很簡單的brief 讓大家想一下 開放文化裡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看到的開放文化的世界 它應該要長成什麼面向 那首先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剛才衝 蛤 對我剛衝去那個 好那我其實大概在2009年的時候參與開源社群 那我其實是從開源社群開始 再到開放文化基金會工作 那我曾經帶過的 參與的開源社群像說 Mozia Taiwan 那他待會在樓上 三樓也有攤位 那Cost Cup就今天大家參與的這場活動 那還有很多的Tech Communities 像說HICOM Mozcom 那我都曾經在裡面擔任志工 那協助一些服務 那從 Community開始 我覺得在參與這個跟社群的交流裡面 還蠻有趣的 那我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 就到了開放文化基金會 那這一張的圖也大概簡單的說明了 介紹了一下我大概的一些歷程 就是從左上角第一張是我 第一次參加Cost Cup 那個時候是2009年 在對面 這個方向 台大 台大這個方向 在台大的印歷所 那那個時候其實只是在一個館裡面的一個 像這樣的演講廳 那所有的開源夥伴 然後像MozTW的夥伴們就在那邊擺攤 那第二年2010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中園院舉辦 那那時候我開始正式的加入了Cost Cup的志工 那做了一陣子之後 有了心得之後 然後也 更想要參與這些開源的事務 那我在2019的時候 是擔任Cost Cup的總召 那這一張是我們在那個RB的照片 那最後其實我也是開放文化基金會的議員 那其實這是一個我從User 我只是單純的使用Firefox這套軟體 然後我真的非常喜歡它 到我正式覺得說在開源的這個概念裡面 精神裡面我覺得我很 需要再為它去做一些曝光 然後覺得它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從User走到Promoter的一個經過 好那先說了故事 我覺得從什麼是開放文化 開始直接進入定義實在是太硬了 那我們先從講故事開始 這一台是整個開放原始碼運動的一個起源吧 剛開始最早的時候 提出四大自由的Ritra Sturman 他在他的實驗室裡面 全錄送了一台這麼大型的印表機 在他們的學校的實驗室裡面 但是這一台印表機實在太大了 跟大家現在小型使用的印表機不太一樣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要佔用一個 類似這樣子教室的一個空間 所以它不是在你的電腦旁邊 那這一台他們當時候獲得的時候非常的開心 覺得哇賽有一個印得更快的機器 那好像很棒 但後來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當Ritra Sturman使用這一台的時候 等它等印表機總是要跑嘛 等它走過去拿的時候 它要印的頁數其實可能是四五十頁的東西 但它只拿到四頁 而且這四頁不是它的東西 好那其實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印表機其實有點問題有點bug 那它想要修改它 但是呢發生的事情是 它沒有辦法拿到程式碼 它沒有辦法去研究它裡面 到底要怎麼樣可以改善它 那對厲害的工程師或是黑客來講 這其實是一個很困擾的事情 它的生活其實是不夠便利性的 那一切的起源也都從這邊開始講 好那不知道現場有沒有人不知道IE 可能有了 好 小時候 真的是我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IE跟FireFast剛好出來 那我覺得可以大家也講一下 瀏覽器的戰爭故事 其實在剛開始在有FireFast之前 其實是有Inscape 在場有人知道Inscape 不是 Netscape Netscape 我講錯了 Netscape 好 大家可以回去 Google一下那個瀏覽器戰爭的故事 在剛開始之前 其實是Netscape 跟IE 就是在做瀏覽器的大戰 兩邊就是互相的在開發新的東西 然後希望可以搶佔這個市場 最後委婉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把IE放進了Windows的系統裡面 所以他從他的市佔率 就開始從70幾%甚至到99% 這麼樣的高 那其實對Netscape來講 這整個市場 瀏覽器的市場 有點像是被委婉的IE給霸佔住了 霸佔住了 所以他做的方式是 他乾脆就把Netscape開源 然後成立了Mozia Foundation 就用Mozia的方式FireFast 來繼續用志工的方式 然後來去開發這個瀏覽器 那其實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在我國小的時候 就是我開始使用FireFast 也是因為我就覺得IE很慢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怎麼改善它 然後它也好像不會動一樣 就是沒有辦法有人可以告訴你 怎麼樣可以讓它更好 那其實有FireFast這樣子 有點像是良性的競爭 那大家在這個商業上面 商產上面 他就可以選擇他想要使用的瀏覽器 好 那下一個 介紹的就是Android的Open Source Project 其實大家手機上面 如果你是用Android的手機 其實大家的底層 都是Android的核心 那其實在Android上面 這個同樣的底層 其實它可以發展什麼 它可以用各家的品牌 Sony或者是LG Samsung HTC 大家都可以基於Android的Project上面 在發展自己的核心 那這個其實就是 在Open Source圈上面 最常可以看見的東西 大家在穩定的基礎底下合作 大家在上面 基礎底下的上面 大家開始做差異化 大家開始做一些加值的應用 大家開始客製化出自己的東西 去吸引客戶 來去使用自己的一些軟體 好 那下一個想介紹的故事 它其實是5G的電信系統 但是我跟你講 電信系統實在是太難了 我只是想跟大家講一個概念而已 從左邊 它其實是一個傳統的模式 在4G以前 其實大家都傳統模式 大家總是要被 像Alison Nokia 這樣子的系統 你只能買單一一套廠商 它從頭到尾的建置 你就從它的硬體軟體 都是只能他們家提供你唯一的服務 那中間會發生什麼事情 價格由它決定 工程由它決定 你沒有辦法在裡面做出你想要的東西 那現在5G的時代 其實大家都在講的事情是希望可以讓電信系統可以有個標準化 那其實就像大家右手邊的圖 你的每一個東西 你可能可以買不同樣的廠商 那大家做好標準化 它可以串接在一起 從系統的概念來講 這在軟體裡面也是 當它可以有標準化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在裡面用 open source的方式來進行 那其實5G的open RAM裡面 也開始有一些open source的project 好 那剛剛大概花了10分鐘的時間 就是用4個故事讓大家知道說 一些在開園裡面發生的一些事情 然後讓大家希望大家有個開始有點想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開園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四大自由的定義 開園講到自由講到開園 就不萬乎會不逃脫這些東西 那什麼是四大自由 那就是你有使用研究散佈跟改善它的自由 那我非常推薦大家 待會在二樓的盡頭 就是我們的最尾端 以我們這間教室來講就是最尾端 那邊有開放文化基金會的攤位 那大家可以去索取那個很自由的章魚海報 好 那我用一個小例子來講一下什麼是自由 那這一張這個例子是來自於IT狗 他在2019年 可能有一些人認識香港的插畫家 然後IT狗 他在2019年的時候幫Costcap有一起合作 然後畫了一系列介紹什麼是自由軟體的圖 那先假設FreeSoftware就是一個箱子 好我們有的最基本的箱子 那誰可以用這個箱子呢 每一個人任何人不限定是誰 他可以是學生 他可以是政府 他可以是商家 不限定你對任何人 你都可以使用這個箱子 那這個非常的阿宅 就是在電腦的世界裡面從零開始輸 所以自由之靈就是不論目的為何 每一個人都有使用軟體的自由 那在使用軟體的自由之外 我還可以對軟體做什麼呢 我可以對軟體去研究它 我可以覺得說 這個軟體我好像可以在想要增加一點新的功能 例如這個糖糖 他就想要幫這個箱子做了耳朵 做了他的裝飾甚至加上了輪子 那他就運用了他可以使用 研究這個軟體的自由去讓這個 軟體修改符合他自身的需求 那修改完了他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可以把我的修改分享給大家 所以他有在可以散步 甚至分享他研究散步的自由 好接下來呢他不只是修改散步 他還可以他剛剛原本只是幫他加輪子 他現在幫他做防水了 他就用一個盒子把他蓋起來 他可以加密 他可以做防水的功能 那他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他還是一樣可以分享給大家 他可以改善他 他可以再把他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了解 當Ritual Sturman他在提出四大自由的時候 他的那個改善是很從使用者 是很從軟體使用者很從個人出發 他希望人人都可以使用他 人人如果你覺得他有BUG 就是我前面最開始講的那台印表機 你如果有可以改進他的能力 你可以去改善他 你甚至覺得他可以變成很酷很棒的東西 你都可以去為他去做改善 甚至可以分享給別人 那有了自由軟體 那為什麼還有開人軟體 這是一個比較定義的文化裡面的不同 那在自由軟體裡面 比較是屬於使用者個人自身權利為出發點 那在Open Source上面有另外一群人覺得說 其實商業也不是這麼樣子的不可合作 或許我們可以改一個方式 然後或許我們把規則再講個更細一點 那其實在商業上面或許是有合作的空間 那所以有另外一個人為了 另外一群人為了可以在跟商業企業之間的合作上面 是有了對Open Source提了十點的定義 這十點我不要以一個介紹 大概的方向就是 一樣每個人一樣都是有自由使用三部修改的 條件的權利 而且是什麼 不限定任何人任何區域任何城市 任何人任何區域任何城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沒有辦法說我只想授權給誰用 當你把東西Open Source出來的時候 他就是放在 不管你放在網路上或你放在哪裡 只要任何人任何人有拿到他 他就是有他使用的權利 那最後一個我想提一下的事情是 技術是中立的 他就跟你講說那個license 他其實技術是中立的為什麼 你就不能限制誰不能使用 我常舉例的就是刀子 一把刀子他可以拿來切菜 他可能也可以拿來殺人 那技術刀子這件事中立 他就是一個工具 在Open Source裡面 Open Source它也是個中立的東西 就是軟體它其實是中立的東西 那他的使用上面 你就不能限制他去不能做什麼使用 好 那後面是什麼東西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哪一個 好不管 那從開放軟體 接下來就有開放的定義 從軟體開始 大家開始對知識有個想像 如果當知識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存取 使用修改以及分享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大家在講的開放知識 那你最多只會去設計 限制說你要標示出處 那有次度保持它的開放 那大家覺得這樣子才是真正的開放 那這個東西其實會被用在哪裡 就所有東西Open 就不只是程式碼 不只是軟體 其實你可以在影音 你可以在圖片 你甚至可以在科學類你的研究報告 你都可以用CC license釋出 那你都可以在Open出來 那另外一個案例會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你在資料上面也是可以Open 那Open data的部分我就不多追溯了 因為我們下一場也有Open data 大家可以留下來再繼續聽 那其實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Open這個概念不只在程式 接下來在各個其他地方 也大家都以著這個概念開始在想 對於這個文化 對於這個世界上面 我們可以用怎麼樣子的開放態度 來看待這些事情 好 那我前面大概只用了四個案例 去舉例什麼是自由軟體 或什麼是開放文化這樣子的case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一些開源的case 那就工商服務一下 今天下午的1點到4點在TR510的hacking room裡面 有一場開源新手村的桌遊活動 那這是OCF的我其他同事他們每日每夜 在大家找志工一起合作 然後弄出來的一套卡牌遊戲 那大家可以去參與了解 那你可能透過遊戲裡面 你可以更了解說不同角色 可以怎麼樣子參與這個開放文化 好那接下來我想要講的事情是 我認為開放文化有三大的特色 這是我個人認為的特色 第一個是free as in freedom 自由的無價每一個人都可以使用 而且你不會被限制住 你有自由選擇你想要用什麼東西 而且你有自由選擇你要把你的東西 用什麼樣子的程式打開應該都不要有問題 下一個是open and transparent 那在linux有個定律很有名 就是湊蟲難逃眾人法眼 當這個系統是open的是transparent 每一個人都可以看這裡面的程式碼是怎麼寫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理解這裡面的運作是怎麼樣進行的 那這樣子就可以讓你對於這個軟體 對於這個服務更加的信任 好那第三個我認為開人的特質 還有戰還有一個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第一二最前面剛開始有介紹到的 像android系統啊或者是這些可以跟大家一起 大家可以基於同一個軟體上面再去做不一樣的開發 拿去做它的差異化 那其實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加速知識 才可以加速這些技術的推展 因為大家我們有前人的研究 我們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 再把這個東西求心跟求變 好那剛講了什麼是開放文化 好那就讓我工商一下什麼是開放文化基金會 好開放文化基金會呢有三大的任務 我們會支援在地的開源社群 那今天在這棟樓裡面有許多的開源社群 他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跟開放文化基金會合作 那我們彼此之間如果社群有需要行政能力的協助 那我們都會協助社群 那第二點是我們在推廣開放原始碼 開放政府跟開放資料 那第三點我們做的更不一樣的是 我們會去串聯在地跟國際的社群做一個交流 那這邊是我們合作過的社群 這是去年度的 因為有些社群不一定每一年度都有合作 這是去年度有合作的社群 那從開放政府到資訊安全到開放授權到開放資料到開放圓馬 就是大概也有30多個社群專案會跟我們合作 那每一年大概都會有7場以上的線上活動 是開放文化基金會協助做後勤的資源提供行政的能力幫他們可以做 例如說收取贊助金的金流 但是辦活動通常絕大部分都是社群自己來整個 Cost Club這樣子的hosting全都是由志工自己來規劃討論的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我們也還可以協助社群聘人 因為做專案其實最缺的就是人 那志工來來去去 有的時候有可能就是你需要一個專職的人 可以來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也可以提供社群聘員的一個服務 好那我們主要的核心工作分為三大塊 從我一直在講的社群服務開始 那我們就是用法輪的身份 協助台灣的開源社群做後勤的行政工作 那剛剛有介紹過可以聘人 或是幫忙金流之類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會進行一些 我們自己發起的專案 那這個專案可能是並沒有開源社群在關注 或者是他很重要但他很短效性 那我們有可能就會安排人力 跳進去做這樣子的專案 但是我們更期待因為開放文化基金會就來自於社群 我們更期待有一些專案是可以走到社群服務域的機會 那可以讓這些新的我們可以跟社群一起 那我們可以服務域一個社群專案出來 那讓這些社群專案他可以開始漸漸的自己長出自己的方向 然後自己找到自己的目標 然後自己來變成只要我們提供他行政上面的資源就好 那我們在講的開放圓馬開放資料開放政府這些開放文化的意涵裡面 我們其實就是把它稱作為開放科技 那我們希望這個科技在這個世界裡面是可以帶來一個正面的效應 好那我們從開放原始馬開放資料開放政府 我們統稱它為開放科技 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關心的面向也擴大 包含了網路自由跟數位人權 所以在工商一下在這扇門就是出去的這扇門的門口 其實有我們8月份的網路自由小聚 那我們網路自由小聚是跟很多的開源社群合伴 那項目TWS 那我們邀請到了之前香港的議員莫乃光 那我們就會再討論一下全球的這些台灣的網路的發展 好 那在今年開放文化基金會大概會有三個目標 一個就是我們會做組織之間的橫向連結 我們希望不管是一般的組織 政府組織或是民間團體到技術社群可以有更多方面的合作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培養更多的人才去參與這些開放科技 那最後就是我們會持續的做推廣 然後希望可以在各個不同的層面之下 大家可以開始在想開放透明眾人參與這件事情 可以在這個產業裡面可以在這個角落裡面發生什麼樣子的效應 好 那我留一點時間大概還有五六分鐘的時間 就看現場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在二樓的攤位 就是我剛剛講二樓攤位上面有放更多跟開放文化基金會有關的專案 那都很歡迎大家到攤位上面跟我們的同事互動 然後可以多更加了解我們 好 可以看 那就看現場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有什麼討論 如果 你 就是 我們也看來聊聊就是 你知道看到開放文化的一些面向 或是你有什麼樣子 就是不了解的地方 我看到現場還有一些熟面孔 他們說不定都比我更厲害 他們可以幫我回答 有史萊豆 有史萊豆 謝謝 有題目嗎 有問題嗎 台 喔 我們就從上面往下 台灣在推動開放的組織有哪些 台灣在推動開放的組織 在這上面我們一直以來 會跟另外一個組織叫做 中華民國自由軟體協會 SLED合作 那他們比較推自由軟體 那他們可能會更想求 像 他們最近有在推一題像 public money public code 那我們偶爾會跟他們合作 那其他的話 以組織法人的身份 我覺得應該就是開放文化基金會 但是如果是以社群的身份的話 我剛剛有介紹三十幾個 甚至這一整棟裡面 就一堆社群鬼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 他可能是沒有立案 但他們是一群同好會 他們就想要推動這些 技術或是開放的東西 政府還有支持open source嗎 這問題 這問題 這問題我覺得很好啊 但是 可以 可以往 可以我們可以發 期待一下數位部 聽說八月要掛牌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數位部 有沒有在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以前 有一個 前單位要不要介紹一下 我來Rock介紹一下 之前其實有一個政府支持的open source 算單位吧 對啊 之前古招以前有個單位叫做 中央研究院自由軟體駐造場 然後他們 他就是拿政府的錢做open source的推廣 那其實推廣也做了十幾年 然後 蠻多民眾都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 他跟我們的生活 多半會認為城市開發跟open source 會跟我們的生活離得很遠 但其實現在大家人手一支 這個東西啊 所以 他其實離我們越來越近 甚至就是 你走到哪裡都會遇到他 所以他 open source在政府的眼裡 也慢慢變成是 會拓 拓展到各個領域去 所以 錢就被分掉了 那另外我也補充一下就是 我覺得在open source這個東西 大家聽到開源 大家聽到城市 大家就會 一般人 我說一般人 就 不是包含 在座有一些在做coding programmer的人 就會覺得 這跟我的生活無關 所以 這個其實一直也是開放文化基金會要努力 如何去跟政府其他的單位去說明 那 像說是政府你們在用一些 你們跟企業採購的軟體 那你們真的知道裡面有什麼open source嗎 那你們 就是知道說 這個open source 如果他今天有發生一些漏洞的話 你會知道怎麼修補嗎 類似這樣的事情 好 那第三題 基金會有缺了嗎 有 缺 缺 好 我們 真才的話在我們的官網上有 有 那現場的話 我們也有在做實習生的招募 所以如果實習 對於實習招募有興趣的 那個有QR Code嗎 有 對於實習招募有興趣的 可以掃那個QR Code 然後或者是上我們的官網 那 我們組織 目前 比較沒有長 長設性 大家知道Limas Foundation 他可能比較有長設性在發展Linas專案 這樣子的長設性的技術人員 那我們可能沒有這樣子的技術project 但是我們比較是推廣的專案 所以如果你對推廣有興趣 不管是 制工或者是工作 都可以再來找我們聊聊 對 好 還有其他的題目嗎 差不多耶 好 有需要付費的open source嗎 你問了一個好問題 我剛剛前面講的open source 或free software 他其實跟錢沒有任何的關係 他講的是自由度問題 所以今天你有可能是去採購 一個open source專案 對 所以open source專案不是說 他就是免費喔 free 那個free 他不是free beer這樣子 是免費的意思 他其實是自由使用的意思 你要先擁有它 東西要先擁有它 你怎麼擁有 你可能是買 你有可能是下載 他可能放在哪裡 那有可能是別人跟你分享 這都有可能的事情 那它的發展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 這 free software 或open source 它都跟 免費 並不是畫上等號 但是大家通常用到的 確實很多 就是可以自由的下載 但是 我常常也是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把它畫上等號 它就是一個免費的東西 基金會的服務學習 除了科普還要在做什麼 服務學習 最近會不是有服務生意的 對 很久了耶 最近好像沒什麼人申請 最近我們都是實習比較多啦 然後比較少人 有人在要那個服務學習的時數 我最近發的都是實習證書 這兩三年 然後服務學習那應該是 三年前的事 對 所以你要問 除了科普之外 是不是 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 服務學習這個歷程上面 好像 我已經脫離學校的系統 有點久 但是我的想像上面 其實就是你們參與這些 open source專案嘛 那我們 我以實習來講好了 我們現在有兩套不一樣的 一個是你來 基金會實習 或是服務 那實習就可以發自公證書 或是實習實數 那服務的話 就服務實習實數 那 你來基金會 我們會 帶你參與我們 現在正在同事正在做的專案 那同事會 可能會跟你分享他的專案 而且他專案對於 這個意義上面是什麼 那甚至會跟你一起做這個專案 那就邀請你一起幫忙這個專案 的一小部分的東西 那另外一種 我們跟社群合作 因為我前面上面有 剛剛前面有秀了 大概三十幾個社群 那我們有可能是跟社群合作 社群會帶大家一起做專案 那 OCF這邊也是會跟大家在分享說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專案 就是兩邊合作的方式 上一次有合作的社群 有FreeBSD CSS 這是比較偏資安的 然後 CNPUG 在AU大樓有 今天就是他們有演講 然後我們也跟他做一些網路相關的 CSS Ruby Ruby也 Ruby在也是三樓吧 Ruby好像在三樓 太多社群了 對 好 這樣回答到有問題嗎 好 OK 好 那 好 好 我想延伸一下剛才那個 付費的問題 就是有比較 有名的就是 自由或開運軟體 然後是付費在使用的例子嗎 嗯 付費使用的例子 比較多的可能會像是 有幾個模式 那有一種是像 Railhat一樣 嗯 他們提供你的是服務 所以他提供你售後服務 所以你有可能 搞定Linux這些東西 對你來講要養一兩個人 然後太 太複雜太麻煩了 那 你乾脆就付費其Railhat的人 來做這個服務 這也是一種模式 那 有另外一種模式叫做OpenCore 它的 核心 是開源的 但是它的最外層 它提供了你很多加值的服務 所以你要嘛 就是 你可以用它的核心 然後你自己再找軟體人員開發 那你另外一個就是可以買它的服務 那你就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好我覺得就先這樣了 如果你有 蛤 什麼 喔 這應該是幫我 感謝 感謝 幫我補充 好 好 那如果你還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 我應該不會固定在哪裡 你就在路上看到我的話 我是seeing 那你就可以再攔笑我跟我聊天 好謝謝大家